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奇迹,我是小安妈妈 这两天的世界图号话题有关一场战争 后台也有很多家长在问 孩子问我什么是战争,我应该怎么回答 确实,在战争成为焦点话题的当下 故意忽略它肯定不是明智之举 可从什么角度去聊呢 给孩子看那些鲜血淋漓的战争片 让他知道战争的残酷性 不太合适 说不准还会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 那和孩子讲一讲这次战争的前因后果 我们成年人自己都还没搞明白这里面的是非曲直 又怎么去和孩子们讲呢 而且战争和死亡以及人生意义之类的话题一样 都很大,甚至有点虚无缥缈 所以需要一个合适的抓手去打开这个话题 那我今天就要来给大家推荐两本绘本 给那些想要和五到九岁的孩子探讨战争这个话题的父母们提供抓手 爸爸妈妈们可以去找来和孩子们共读 也可以访问我的同名喜马拉雅故事音频频道 《故事奇遇记》收听他们的音频 第一本书《我吃拉面的时候》 豆瓣评分9.2 相当高的评价 作者是来自日本的长谷川一史 他的作品有非常独特的划分 故事构思也很巧妙 通常从一个很小的点出发 然后有点极面 扩展到很大很远 这本《我吃拉面的时候》 就是从主人公在吃面 这样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生活场景出发 先是缓缓延伸到隔壁的小猫米奇 他打了一个哈气 同一时候 隔壁的小美换了一个电视频道 而隔壁的隔壁的阿泰 按下了一个厕所的冲水按钮 另一个隔壁的小玉正在拉小提琴 到此 故事的核心问题就浮现了 当我们过着普通又安稳的生活时 其他人呢 虽然至此出现的所有孩子 也同样过着安稳又富足的生活 但随着镜头的慢慢拉远 不一样的场景开始出现 隔壁国家的小女孩 在用水泵打水 另一个隔壁国家的男孩 牵着牛在耕地 隔壁的隔壁的国家的小女孩 背着小婴儿还在干活 而这样的惊诧 会在看到这个轰然倒地的小男孩时 被推到最高潮 这一夜也让我想起了那个 在叙利亚战争期间 跟随父母偷渡 却不幸溺弊 最后被冲刷到海滩边的小男孩 那样美好的一个生命 他本不该躺在这冷冰冰的海滩上 而是和其他普通的同龄人一样 躺在柔软的小床上 这样充满冲击力的画面 相信能立马让孩子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 也唤起他们对身处战争中的其他人的同理心 故事最后又回到了最初吃拉面的小朋友 只是这一次 他不再只是盯着碗里的拉面 而是看向了远方 给我们一个耐人寻味的背影 第二本书《六个人》 杜瓣评分8.5 同样很优秀 作者是来自英国的大卫麦基 他采用的是和我吃拉面的时候 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 有点像是童话或者预言 你看他的开头也是那句经典的 很久很久以前 那个时候有六个人 他们周游全世界 想找一个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地方 他们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 而且还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可这个时候 他们却开始害怕别人抢夺这些财富 先是派兵驻守 之后又发现 这些兵不仅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 也可以用来抢夺其他人的财富 于是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 在故事的最后 一场超级大战结束之后 所有的文明都变成了废墟 所有的生命几乎都被吞噬 除了那最初的六个人 一切似乎都回到了原点 可他们真的回得去吗 通过这个故事 国家和边境 武器和军队 这些虚拟的大词 也以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 得到了阐述 这本故事的划分极其简单 没有任何额外的场景或人物描摹 因为战争本来就可能发生在任何国家 任何种族之间 而极简的划分呢 也能够达到直指战争原动力的目的 那就是人类自身的恐惧和贪婪 此外 开头的这句 很久很久以前 非常有深意 因为战争确实贯穿着 我们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 这也是为什么 二战结束后这几十年的和平 如此难能可贵 那恐惧和贪婪 会不会就是刻在我们人类 DNA里的大bug呢 我们又应该如何 超越自身的局限性 去实现长时间的和平呢 这些就留给父母们和孩子们 进一步去探讨吧 只要记得 世界很大 路还很长 让我们慢慢来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我是来自故事奇遇记的小阿妈妈 跟着我玩传亲子阅读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